我隨便拿一台相機就可以做攝影師 我隨便一支手機我可以做記者去做爆料 現在就是這樣的社會啊 我們要如果選擇我們的攝影師呢 大家一定是什麼上網看他的作品嘛 當然大師級人物不用講嘛 就是作品很多很美然後很難預約 但如果預算不到那邊 然後又排不到大師級的預約 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去推特求其次找一些攝影師嘛 當然通常大家基金都是隨便找結果什麼 隨便雷了一片拍了亂七八糟 網路上的作品明明那麼好看 為什麼會這麼雷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他想給我們看到的 他有可能拍到100張200張甚至500張照片 只有那三張可以看 我就PO那三張PO上去就會贏得喝彩 相對的如果他拍了五場十場 每場都大概只有一兩張可以看 我就把那最好看的一兩張PO上去 然後每個人都覺得 哇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啊 然後我們去挑拍下來 怎麼這麼雷啊拍出這什麼畫面啊 莫名其妙到底不會拍 我怎麼還閉眼睛 以前攝影師為什麼那麼貴是因為 相機貴啊 但自從5D2出來之後 我10萬塊可以成為一個攝影師 那有什麼難的 門檻越來越低 現在5萬塊就可以成為一個攝影師了 有什麼困難的 我隨便拿一台相機就可以做攝影師 我隨便一支手機我可以做記者去做爆料 現在就是這樣的社會啊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篩選好的攝影師嗎 攝影師多 器材一定多 這不用講 你做越久 如果沒累積的器材量 那真是失敗 閃燈沒有個八支 十支 二十支 失敗 好像在空氣的家喔 你的鏡頭沒有 基本的大三遠 沒有五十定 三十五定 我還沒資格講別人 哈哈哈哈 所以看作品 要怎麼看 要看它 大量的作品 累積了經驗產次 還有什麼 還好它 周遭的設備夠不夠 那為什麼我買這麼多設備 一定有原因嘛 它去拍一個活動 就只有機領一支閃燈 根本不夠嘛 它可能周遭還要多加幾支閃燈 才足夠抵押現場不好看的燈光 所以人家說嘛 做攝影窮一輩子嗎 因為 一個案子 活動紀錄 幾千到幾萬 幾萬 不知道有誰會接得到啦 所以攝影師薪水真的很 慘 你去看我那個 婚禮 攝影師就知道 他只是冰上一角 如果你做活動攝影師的話 薪水比婚禮可能再低一看嘛 就是這樣子喔 很慘 大頭照攝影師喔 不要看相館下面人在拍些 相館其實是穩定賺錢 你看那些 還沒有倒的相館 跟你說 他一個月保證收入五十萬以上 那叫什麼 那叫老字號加名牌 他有穩定的品質 你知道我今天就去美目裡拍一張形象照 然後他就跟我說一千塊 前前後花不到十分鐘 進去出來 就這樣子 他現場也修給我 拍照只花了不到兩分鐘 人家十分鐘可以賺一千塊 就這麼簡單啊 賺錢有什麼難的 冰櫃神速賺錢就在速度嘛 還這麼慢 一整天只賺兩萬塊的婚禮紀錄 要幹嘛 我知道有人可能更高啦 但其實 每個行業都每個行業 很頂尖的人 我們要向那頂尖的人看齊 那個小小小小小的金字塔 所以呢 攝影師必須好好的去挑選 真的 厲害的攝影師是冰上一角 那希望大家找到好的適合自己的攝影師 告訴你 可以不用訂閱我們 不用開啟小鈴鐺都沒有關係 但拜託 買攝影器材 一定要想到我們 招門購買 讓我們賺一點點錢就好了 拜託拜託 各位老闆 拜託拜託 歡迎點台